謝謝主席 還是請教委員長 今天我不跟你執行 今天我跟你對話就好 這個華僑在不同的階段 有不同的含義 也有不同的功能 對不對 現在我們應該嚴肅面對 嚴肅來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華僑的身價 隨著台灣經濟的自由化 隨著台灣內部福利提高 隨著台灣國民的義務 相對的降低 所以華僑相對的 它的價值就提高了 一樣一樣來講 以前拿中華民國護照 無路可走 現在拿中華民國護照 到處可以去 世界沒有一個地方 拿中華民國護照不能去的 當然在中國要附加台報證 要附加台報證 所以現在對台灣對中華民國最不友善的 就是中國 對不對 你一定要附加台報證 我才讓你來 所以現在中華民國護照不能自由 中國 這個通行的 也只有中國 但是偏偏華僑 華僑 那邊也是華僑 它並沒有說中國僑或是中僑 他們那邊也稱華僑 那我們這邊也稱華僑 也刻意的 影視台僑 所以對這個華僑 它有籠統含糊的意思 它又有具體明確的規範 所以或者就是要涉及到華僑身份證明 而且這個華僑身份證明 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官方所發給的 對不對 沒有錯吧 我講說對 好 那現在 發這個身份證明 然後 這個人 好 這個人 好 拿到華僑身份證明 他 目的何在 那這一份 華僑身份證明書 好 又有什麼功能 所以我們現在 應該用什麼樣的 一個 考量 用什麼樣的角度 來 好 損失 華僑身份證明 條例的這個條文 現在問題就在這裡 第一個 我先跟你對話 你如果認為不妥或是不疑或是 這個 觀點不同你就馬上講出來 第一個 華僑身份證明 好 他在區隔 居住在台灣的 這個 這個 好 國民 或是公民 跟 跟非 居住在 台灣的 這個 有中華民國 國民 資格跟身份的人 對不對 沒有錯吧 第一個就是這樣 他一定是 有中華民國國民的資格 跟身份 但是 因為他 不居住在 中華民國所管轄的 好 中華民國政府所管轄的 這個 好 範圍內 境內 才 有資格 稱為華僑 是不是 Obsis 是不是 Obsis 所以有些問題 我現在請教你 是先有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才能取得華僑身份證明 還是 憑華僑身份的資格 可以回來 台灣 申請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來 這個題目 這個 各位報告 華僑跟華僑身份證明 這個 可能 有一段距離 我們把 三千 三千九百萬 都 僑胞都 當著華僑 為什麼 如果我們 不把他當到 回僑的話 他說 你中華民國啊 台灣就不愛我了 那我是 棄子啊 所以我們盡量的 把三千九百萬 這個僑胞 他是我們的 要交往的對象 好 你心目中的 你口頭上的 三千九百萬 齁 這個 法僑 齁 就是 販子 齁 販子 嘖 這個就很難定義啦 呵呵呵 販子點點點啊 呵呵 這是 你說的所以你要定義給我啊 呵呵 販子什麼難你說 呵呵呵 其實齁 祖先 祖先 祖先曾經住過 齁 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齁 以及 現在 中華民國 齁 境內的 屬仁主義 他的祖先曾經住過的 齁 包括 現在的 這個 蒙古共和國 以前也是 呵呵 也是吧 因為蒙古共和國是民國以後才獨立的吧 齁 所以應該也是吧 所以 曾經是中華民國 齁 那時候中華民國的境內嘛 齁 你應該去定義啊 齁 齁 其實齁 是 主要中華民國的 國民齁 如果他要向內政部齁 申請 放棄中華國民 中華民國的 國籍 我們齁 才是說 你不是中華民國的 國籍 主要是他 這個中華民國的國民 對 他一定要申請說 我要回去中華民國國籍 這我們的國籍法 我們現在不討論了 國籍法現在 假設 假設國籍法存在那邊嘛 事實上也存在那邊 我們不去討論那個啦 齁 現在是討論所謂華僑身份 齁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目的啊 除了 應該保障 應該 給予 他 有資格 身為 華僑 齁 對 一些權益 以外 相對的 應該就 居住在台灣 的中華民國國民 國民就包括國民嘛 齁 國民的權利 要來保護 不要受他們 齁 不當的 這個 侵犯 齁 剝奪 或是佔有 就是說他不能在台灣享有的權利 不能隨便 讓他 讓外人享有 所以 這個時候 區隔 華僑 華僑 現在的 這個 住民 華僑就不住在這邊的中華民國的國民嘛 那住在 我們這邊的中華民國的國民就是我們的住民嘛 這個權利啊 要保障2300萬 很明顯的現在 權利又不平衡啊 他回來拿個身份證 申請一下 繳個健保會 馬上就享用健保了 齁 欸 這個少年 青年 壯年 齁 賺錢在國外 繳稅在國外 齁 齁 那年老啦 退休啦 齁甚至身體壞啦 嘿 再回來台灣 繳一些費 就享有健保 齁 其實我們 就在健保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不能憑他華僑身份 資格 就回來 恢復 中華民國 齁 這不是國籍 沒有沒有 這身份證 齁 不行齁 所以你也是 華僑是能齁 華僑是能不見得可以恢復 我在中華民國設計齁 他還有一段時間齁 華僑是能證明是 不能夠在中華民國設計 他只證明你是華僑 你想受的權利義務有受到 如果是我 這一點就是 這是我們關心的吧 對 我們關心的 沒有 華僑身份證明 沒有辦法 申請他的 好 我十個人關係 我知道 這個沒有爭議了 我就不用講 我不用講 第三點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我們 政府的服務 我們國家的福利 延伸到境外去的時候 華僑才能夠優先分享 所以這個時候 華僑身份證明 就跟你剛才 犯稱的 好 坎青一青 有嫌關係的 有什麼關係的 那種3900萬 就不同了 所以 有華僑身份證明的人 就可以分享 中華民國 延伸到境外去的 這些福利 這些錢力 等等等等 這個你要去制定 這就是你僑委會的功能 之一 重要的一番 對不對 你不要說 你華僑通通 昨天晚上 在拿著五星旗 在那邊罵台灣 這個 對不對 今天呢 看到我們請客 馬總統這邊請客 他就來了 這也是華僑 那長期這邊 為我們努力奮鬥的 要維護台灣 民主自由 在國外 為我們發聲的 甚至跟他們 這個 這個 反制的 嘿 反而我們能弄他 這個問題 就是你僑委會要注意的 對不對 我們很注意的 其實齁 不是 不是敵人 就是朋友 但是朋友要分 內外 要分 要內外有分 齁 那有華僑身分證的 就是內 齁 沒有華僑身分證的 就是外 齁 但是 換稱華僑通通當成朋友 用這樣的概念 去處理 是不是比較 比較有意義 對不對 我以上是三點 這三點 提供你參考 對話我沒有執行你 齁 這個以後再討論 沒有那麼簡單 齁 因為台灣齁 台灣從現在開始 要真正的面對 台灣是不是一個 民主自由獨立的國家 齁 當然這個國家以後 可以跟誰合併啊 齁 或說被誰所併吞啊 那是未來的事情 但是把握當下 我們要好好珍惜 我們的民主 速度 我們所建立起來的 民主的這個根基 那從這邊重新出發 我們不要搞成民國末年 我們要搞成民主國家圓年